就是像女人 你跟妳的前面的境界線 妳大多幾歲或者是 其實我覺得 主要的就是個性 就是不管人家做的是身高 多才 因為個性比較相可的話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難對的效果 太好了 謝謝 謝謝 還有什麼問題嗎 高貝爾,我是超露西亞主席 然後我想問一下 平時你的穿著 你會比較喜歡的東西 其實平時我希望 就是比較像Terry 就是比較隨性 然後我覺得 自己就是穿得舒服的話 就是我平常每個人就是穿的 T恤加一個外套 都是一個很好的打扮 其實輕鬆舒服的一個風格 就是 有專業的形象設計師嗎 有專業的形象設計師 跟您設計嗎 沒有 其實都是自己去 自己去 可能今天要穿的鞋子的顏色 去配自己衣服 或者是今天想戴這個帽子 去配這個帽子 都是自己搭配的 對 非常好 那你如果碰到這樣 你會主動出擊嗎 那你如果碰到這樣 那你會主動出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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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其實我本身比較愛選 所以不會去 就是主動打向 或者是主動出擊 去說話 我們這邊有一位 講韓國話的韓國主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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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你好 我是中日的記者 我知道你或是加拿大 是這個 加拿大的旅行代理員 加拿大那麼大 我是你跟咱自己在 Greven的同學 我想知道 下一站 在加拿大會去哪裡 下一站 這個是好問題 因為我們正在 真的談 對 那其實去年 去了很多地方 西邊的東邊都好 對 那其實我個人非常想去 UFO 我希望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 東 東裡邊吧 然後 其實我還喜歡 就是我去過 UFO 東方的西方 Movare 西方 西方 有 其中 都去過 Saskatchewan 這個地方 然後 就看 阿瑰的時間 然後我當然是希望 我們全部家都去過 你最喜歡的流行嗎 最喜歡的流行是 其實都很隨意 如果我們會 可能邀請幾個朋友 然後就說 要去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一起去 然後待了三四天 就帶了一個女的 然後別人去那邊看一下 這其實就是 這幾次很難 其實他們在講出哪個地方 請問你自己有做的信念都不能保養 其實我每天都希望可以有些運動 其實如果你 如果我真的工作忙的話 可能就我在飯店做洋櫃起座 不需要你身體 但是我覺得你最主要一定要去 流汗 不管是哪一種運動 哪一種風格 只要你去健身房 我希望可以去旁邊的話 其他一次的讓你自己流汗 或者是我的話 我是去打球 OK 所以每個禮拜 我希望可以有兩三天 有這種開放式的 歐洲界 實際上是 跟你們的朋友 打大公辦 我希望每一場比賽 都會有很可憐 好的 謝謝 所以明天就比賽多人多嗎 對 明天不要 對 明天不要 我希望你會去旁邊 然後待幾個禮拜 再回家做 然後可能一月份的時候 有一部戲 是一個籃球戲 會在美京拍手 所以我們可以 謝謝 還有 明天的問題 問你一下還是怎麼樣 可以 那是把演員的 有什麼事實力 其實 不知道看時間 因為我其實在拍電影 或是拍電視劇的時候 通常都是兩三個月的時間 可能說在電視劇裡 可能沒有辦法離開劇組 那其實有時候拍攝 或者是跟你們來拍電視劇的話 可能就需要 可能兩三天的時間 就其實一定要去 其他人的時間 然後這就是 照片子跟你們的創作 也會做親台的去嗎 親台的去 其實之前也沒有拍過 那麼作為資深的模式 您對新一代的模式 有什麼就是一個希望的 希望 對 希望就是以後 我們那樣的那個 模式戲也好 我覺得 很努力啦 我覺得 我也是努力 努力他們才會有些 機會 我也是希望可以 就是希望可以 可以 完全不熟悉 然後就是 要冒險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有 一個機會 然後我回去 拍戲 所以那個時候就 拿起 整個在工作法 留學生的這個心情 會台灣就是 好好發展 那其實那個時候也是 滿 就是滿 太快 但是也不知道 會有什麼情緒 什麼情緒 所以那時候就 爆了一個血 然後我覺得 還不錯 有那種成績 可以超越成績 才會做的 這個機會 我在溫柔 讀書的時候 自己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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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賺的一個 DJ台 然後那個時候在我家 所以我希望 這一次就是讓我 回想一些 之前放歌的那種感覺 我很歡樂 那其實我放歌的時候 就是很 比較 比較 可能在我自己的一個世界 那麼 我就希望可以 大家一起享受音樂 然後一起放聲 會很奇怪 然後 他這個康復的 你很想說 這個康復的 你很想說 這個康復的 其實目前 昨天還沒有宣布 那我跟這個康復的 相反 其實 是 先對男生 然後 是一個 算是一個 utility worker 就是 到時候 宣布的人 會讓他知道 我們現在還在 在處理他 從台灣 明明到 溫柔 其實那個時候 覺得很害怕 因為 可能英文 不是很順暢 然後 對今天環境很熟悉 那 可能 就是 那個時候 其實 覺得 不知道怎麼跟 就是當地的人 去交流 就是怎麼用什麼語言 可能 用一點單詞 來跟英文 講 可能 說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那個時候 讓我融入了 一個機會 就是 那個時候 就是 跟當地的學生 一起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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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覺得這種運動的方式 其實更便宜 可能 肢體上面 肢體的方式 然後 也太容易 就會讓大家知道 一些想像 一個 所以那個時候 會很容易自己 跟當地的小朋友一起 所以那個時候 我覺得 就是因為這樣子 才會學到很多 可能當地的 文化 或是 包括語言 所以我覺得 你也知道 很喜歡運動 因為之前 剛才 會自武藝反過來 說 會不會在一起打籃球 然後 也就是 球隊一起打籃球 什麼 然後下次就是看 你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去打籃球 可以打籃球 對啊 因為上次 但是我二月份的時候 也有來 那我也是 有跟Chris 見面到 但是我們一起打籃球 那我也是希望 可以來多很多 因為我自己也有 辦一個籃球訓練 比賽 那其實 今年會是 第三年 我在天星一起辦 那我當然是希望 以後 就是 每一個暑假 我都希望 會辦一個比賽 之後 我希望可以得到 然後說 Voronto 或者是在Nancurver 辦一個就是 大搜尋 就是 就是 帶來的小朋友 一起傳到 加拿大佛羅斯 然後來這邊 去跟他們一起 跟他們一起 有一個 一個籃球的賽 再提兩個人一起 然後這個 是 好 您現在這波的 武神趙卓 那麼聚在我們 遊戲圈中 是非常非常火的 我很多朋友都 非常在追你們的劇 所以你有什麼 可以跟我們 分享的 您在拍攝時候的 趣事 拍攝的趣事 我覺得這個經驗 非常非常 讓我 很難忘 因為是我第一次 參加了 一個 一個舞台戲 也是我第一次 就是 可能 可能 對這個 這個 台詞的方面 比較困難 因為 他們所說的話 不是文英文的一些 那個時代的話 其實是很難背的 所以 我覺得那個時候 雖然有點困難 但是我 就是 每天睡覺前 都會有一天 一家被文英文的開吃 在我的風浪裡面 然後 有一天要拍的戲 其實 很困難 又要打 又要收心 所以那個時候 拍的時候 有點困難 但是我覺得 很好玩 幫助我 就是一些 我覺得 騎馬 那種感覺 是到現場的時候 慢慢去熬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經驗很豐富 我希望可以多拍一下 多拍一些 這種 或是騎馬 那種 就是 殺人的那種感覺 對我來說 對這個男生來說 是蠻好的 然後說 太帥了 那種是蠻好的 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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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正在教學 在文藝術中 我就是問 你會不會最有關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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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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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在 其實 我很喜歡戴手機 戴手機 戴手機 其實是一個 不算一個 fashion statement 但是我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 accessory 對男生 那其實我 我 我有一點點近視 但是 但是 不是很重 但是我覺得 有個戴手機 會讓我整個 安心感 整個造型 可能加分 或者是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 東西 不能 少 應該就是 襪子 或是帽子 其實我非常希望 戴帽子 可能就是 很懶 不想那麼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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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問題嗎 最後一回 請問 請問 您演過很多 偶像 劇里的男神 然後在五神跳層中 然後您也演了旅目 所以 這兩類 講座 您更喜歡哪些 是否喜歡 也是 更喜歡 相處 這個好問題 因為兩個都有 很好的經驗 但是 如果 我 我一定要選的話 可能就是演 比較 時裝的 劇情會比較簡單 你說好 因為每天 拍五神造神龍的時候 都是要再加法 然後加法 可能就是要 弄得比較久 因為長髮 然後 然後 頭髮動完的時候 還要 還要穿那個盔甲 對 差不多有三十次 很辛苦 所以那個時候 穿得非常重 而且要穿一天 十二小時 然後又要洗馬 然後又要 又要 又要 雖然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 很好 如果 如果我要再選的話 可能 可能 可以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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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later tonight over a thous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s going to join us in Union Club And our aim is to facilitat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anada through Exchange of Culture Now what we're going to have is going to be a charity auction which the leather work is handmade by Godfrey I'll like to introduce about the leather work he did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attending this wonderful event hosted by Crossview Hub I made a customized computer handbag which obviously is a charity that goes out to the program they offer Let's talk about the program real quick I myself I moved from Taiwan to Canada maybe a long time ago I feel that all the students that are moving to Canada Some students have a tough time finding their own identity Having a tough time going to school Maybe they have family problems But who do they turn to? Obviously, Crossview Hub offers this wonderful program and workshop For all the students that are struggling with school And with life and social They offer this workshop and they offer these programs For these students to come and work and volunteer Obviously, it's for the good and t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being overseas Having a tough time learning stuff And having a tough time with your peers or something So I'm just happy to be a part of this And there will be a DJ party tonight One of tho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can go see So I'm just happy to be here And now for the auction This handbag is generally done by me Obviously, it's one of the times So hopefully you guys can You know, pour out your heart And give out to the community And help these programs Help these workshops To have a better better future So thank you So we'll start the auction And the fundraise by this auction is completely donated to Across You Hub For their charity event And the starting price is $500 And increased by $100 each time Each call And so now we shall start This is a beautiful thing You can put your iPad You can do your laptop It's 100% recycled leather So, guys could be 500 That's right 500 to start To general And as much as And you can keep them We have 500 over there All right Thank you We have 600 600 Right here Thank you There we go 700 800 800 900 We got 800 800 900,900,900 900,900 900 900 1,000 1000 1,000 1,100 1,100 1,100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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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00 1,400 1,400 1,400 1,500 1,600 1,300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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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00 1,800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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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2,000 2,000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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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2,200 2,200 2100 2300 heids and gentlemen in the back I see your lovely suit 2300 in the back 2300 in the back 2300 going once 2300 going twice 2400 2400 2300 going once going twice SOLD 2300 Thank you so much ст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身高1米95 本想投身于篮球界 却机缘巧合当起了演员 他本可以靠颜值吃饭 却偏偏要展示自己的设计才华 他就是被称为台湾时尚F4之一的高宇翔 我们加拿大国际电视台独家专访了高宇翔 一起来听听这个奶油小声 蜕变为全面艺人的历程 他是身高1米95的模特 他是篮球场上闪耀的明星 他是热衷旅行的旅友 是热爱音乐的DJ 有着敏锐的时尚触觉 私下去很慢热 他在温哥华成长 在台湾发光发热 让女神小S和林志玲都对他青睐有加 他就是高以翔 日前来到多伦多 高以翔接受了CCCTV国际电视台的专访 戴上眼镜 续上胡子的他 多添了一份属于成熟男人的稳重和细腻 但那份真诚的笑容却多年如一 也让不熟悉他的观众了解到了他除了男神以外的另一面 哈喽各位CCCTV加拿大国际电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高以翔 想知道更多的讯息的话 请锁定CCCTV 可以请你告诉一下我们观众朋友 你这次来多伦多的目的是为什么呢 看看这人三人海 有种全多伦多女留学生都出动的感觉 男神DJ的杀伤力可是不少啊 因为身高优势 高以翔一直以为职业篮球会是他一生的梦想和目标 本想回台湾继续自己的篮球梦 没想到姻缘际会 出演了偶像剧《天堂来的孩子》 为高以翔打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为什么你没有跟凯莉 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 我跟凯莉从小一起长大 八岁以前都还一起洗澡 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跟你的心走吧 因为我觉得机会来的虽然不是很多 那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把握到 那个时候回去的时候正好就是有一个机会 让我就是进入这个演艺圈 所以我就选择演艺圈 然后把篮球就是稍微推到一边了 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吧 试一下就是我对演艺圈蛮有兴趣的 然后也是看看可以到哪一个 就是成功的哪个地步 他告诉自己很多事情要跟着心走 也正是这份简单的执着 让他的演艺之路变得越加顺畅 综艺 电影 好莱坞 写真集 设计潮牌 他一个不辣 玩转娱乐圈 我知道你喜欢海 所以我在这里买下了一栋临海的别墅 我希望每天都可以跟你说 早安 午安 晚安 还有我爱你 可能不认识你 不熟悉你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 高以下很高很帅 是一个模特 被称为台湾时尚圈的F4之一 那在私下生活中呢 那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跟 平常舞台上面不一样的一些小嗜好 或者不为人知的一些小习惯吗 私下我觉得 私下的性格是怎么样 其实我在可能一幕面前跟私下 可能会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私下会比较安静 会比较闷骚一点 然后可能在荧幕上面会比较开朗 然后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比较有一点活泼 那对于喜欢的女孩子的类型呢 你觉得你是比较偏西方一点呢 还是比较喜欢台湾那种比较娇小嗲嗲的那种女神 我其实很 我都是靠个性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真的呢 我个人会比较 可能闷骚害羞一点 所以可能喜欢的会比较 活泼开朗一点的吧 我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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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差不一样 我觉得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啦 而作为加拿大的旅游大使 高以翔也是游遍了这个国家的大好河山 并不遗余力地在微博上和粉丝们分享加拿大的美好风光 高以翔对多伦多的评价也非常高 在他心中 多伦多就是一个小纽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游加拿大 我是高以翔 我很高兴 今天能够在多伦多和大家见面 多伦多这个城市真的是不差很远 那其实多伦多呢 是北美第四大城市 这里也是全世界有文化的 有潮流的GTT 城市里面有分了很多个街区 气氛环境都非常不同 去了Kensington Market的时候 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些艺术啊 或者是还有很多复古的店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的计划 新的动作可以跟就是喜欢你的粉丝们 一起update一下的 其实最近我的新偶像电视剧刚上嘛 那是武神赵子龙在湖南卫视 那其实这个电视剧我觉得蛮特别 因为我第一次演古代戏 然后第一次演一个 就是三国的一个 一个character叫吕布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好像反应还不错 有很多好莱坞的蜘蛛人 跟他们在谈 那希望可以有一个 一个很好的project可以做下来 然后继续下半年的一个工作 高颖翔告诉我们 在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决定 都没有对错 只要坚持 跟着自己的心走 就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片 就要让我们来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再吃点 再吃点 感谢观看